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報》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沙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尤其是最近我們收到不少網友說 訂閱被自動退訂 如果你發現這樣的情況 希望你繼續訂閱我們頻道 多謝各位 好了,今次說一說 被這個英國媒體 譽為法蘭西皇帝 Francy King 這位 馬克龍 真是講到做到 當然 之前有 一個英國媒體就將他的頭像 關注到拿破崙 就說他好像拿破崙那麼可怕 事實上 想不到他真是講到做到 昨天發聲明 今天就真的動手 報牛 報復了 原來 法國是有 這個 正確理由的 他就說 我們法蘭西 法國 扣查了 或者扣押了一手 英國 漏漏漁船 為什麼呢 因為 發現在船上沒有任何證件 在我們領海暴雨 而且 對另一手英國漁船發出口頭警告 老實說 都是有段時間 兩個國家 因為脫勾之後 報復權 就經常喊大吵 目前英國脫勾後 報復准入症的問題 成為了兩個國家關係不斷緊張的 一個重大原因 發覺 海事部長 吉拉爾丹 其實他 在推特上說 這首英國 拖網漁船 在我們海事警察的 護送之下 你說得那麼好聽 英國說叫扣押 都是護送上岸的 果然兩邊媒體不同 英國是用扣押 兩邊都沒有說錯 都是護送上岸的 是 難道 騎爛一隻船呢 在我們 總之我覺得扣押 扣押就到了 勒阿費爾港 勒阿費爾其實也是有一支發甲球隊 以前說了什麼 勒阿費爾的 檢察官辦公室剛剛發聲明 是的 一手被 我們勒送到 阿費爾港 英國人說 扣押 英國拖網船 他們船長涉嫌 在沒有許可證之下 在法蘭西 的 海領域 暴謀了 兩噸多的 斯科特蘭的仙輩 他可能面臨 七萬五千歐羅的儲罰 和行政 儲罰不是行政拘留 不知道 現在還未知道 其實 法國 和整個歐盟 真是古語虎 拍手仗 還不懲罰你 不讓我們暴魚 我都忍得你來 雅之雅作摩洛哥 還說撕毀這個北愛爾蘭協定書 談好了還說撕毀 這次不扣回這隻船 也不是人 還有 他說 阿費爾的 副檢察官 他也告訴法新社 這隻船 是沒有持有相關地區有效症的情況下 在法國專屬經濟區報納了 兩噸多的善杯不是錢嗎 這是我們歐洲人的 資源來的 你 不發牌給別人 這些人一定會報偶 英國就說這些報復性行為不要得 不過這樣說法國又說 不好意思 你的船是歐盟以外的船 誰叫你脫歐嗎 歐盟以外的船 只可以在法國海域 和 鹽水中進行 未經 授權的海上報撈的罪行 一定要告 不要以為我們不告 誰叫你歐盟 意外的船 他也說船長 75,000歐元和行政處罰 其實 這艘船 星期三的時候 他們當地星期三 等於我們星期四 就被發現 當局 都已經 釘上了 哦 是的 不過 船主 就說是誤會 還有這些是政治操作可恥 這句話很熟 破犯上岸才和你談 慢慢和你談 是的 脫歐之後 法國和英國在暴如 政 上存在巨大分議 分歧 和爭議 英國 當然 說我們該做的都做了 但是法國就說 如果英國 再敢不給足夠數量的暴如 許可證給我們法國的船民 這樣 11月2號 就有一系列的報復措施 包括你的海鮮 Safood 臭Safood 因為慢慢幫你檢測 想不到11月2號未開始 就先給你一個下馬威 當然 這個英國人 也是不服氣的 原來 他們 之後馬上發了一份聲明 在這個 英法 餘孽的衝突之下 其實 英國就說 我要召見你法蘭西大使 法蘭斯王帝很厲害 我要召見你法蘭西大使 就為了回應你們 報復性的威脅 英國 唐寧佳 已經發了一份聲明 英國外交大臣 已經認為 法國採取的行動 根本 是毫無理由的 他就下令 負責歐洲事務的 國務秘書 Wendy Morton 召見法蘭西大使 英國政府也說 我們重申 英國已經 批准了98% 來自 歐盟漁船 的申請 就好像我們之前說 對於那些 沒有獲得 批准的漁船 我們 會告訴他為何不能獲得批准 但是 歐洲人就說 你自己經常加了一些條件 加了一些附加條件 當時簽約不是這樣說 他說98%是 他加了附加條件之後 符合他們口味的98% 這樣 英國人也習慣了 經常在那些條約上 不然就不認 好像北愛爾蘭協定書 直接不認 浙西 島的政府也說 我們對 法國 11月2日生效的 所謂報復性措施 極度失望 浙西島已經宣佈 為法國漁船 很少 再頒發 20個新許可證 不過全部都是 都是臨時的 別人不是要那麼少 沒有什麼誠意 老友 真的很吵架 英國人 傾生意真的很煩 經常推翻 又是 壞到死 其實 法國 已經承諾 如果漁民 的 捕魚許可證 在11月2日前 不可以得到英國官方的 積極回應 即是不可以獲得 英國水域捕魚許可證 的話 法國 一定會 報復 禁止 英國 貨物在法國港口 卸貨 或者 幫你認認真真檢查海鮮 讓你先抽海鮮 還有 我都說過他就知道 他們卡車司機是不夠的 特意檢查這些卡車 讓你帶貨車那麼容易運貨 知道你不夠 貨車司機 還拖慢一些貨車速度 倫敦當局就說 法國這些措施根本是不成比例地 可怕的 法國就說 英國政府 只聽得到武力這個字的解釋 真是動武 可怕的 法國就希望 英國尊重自己的承諾 我們現在沒有要求其他東西 只是 希望你尊重當事的承諾 那就對 你談好了 你經常加一些條件 要不就撕毀條約 其實我覺得法國人生氣 也是有道理 不是開玩笑 其實 老實說 怎樣也好 現在脫勾以後 英法兩邊的漁民 都是犧牲品 真心地說 都是犧牲品 本來安安全全 平平和和 這樣做好自己就算了 嗯 是不是 其實 兩邊的捕魚業者 都覺得自己已經成為了最大犧牲品 法國政府上年宣佈 對漁業進行補貼 依照 漁民對英國海域漁類的 依賴程度 最高可以獲得 300元歐羅的定額換作 但是法國漁民說 這麼少 這個數字真是太委屈了 如果捕魚好的時候 怎麽只賺那麼少錢 事實上也是 是吧 嗯 另外 上年 歐盟已經在他們預算當中 撥出 50億的歐羅 用於支持這個產業 另外 你別以為英國佬自己的 捕魚者也不太受 就好像他們協會 的主席就說 唉 搞那麼多做什麼 是吧 根本是 令人沮喪 他亦說 Boris Johnson 即是約翰遜 英國 首相 根本他達成的一切協議 達成不達成都好 脫勾之後 我們已經成為了犧牲品 當時 這條磨碌還說 我們 要捍衛自己吃fish and chips 的權利 其實你不是把漁民放上台 說句老實話 是吧 是吧 也挺慘的 另外 想不到 英國佬 跟法國佬鬧翻了 但是 法國 跟 英國 的另一個盟友 美國 又好像好關係 所以 也是有實力的 有實力就是有實力的 是什麼事呢 原來 Francis King 即法蘭西皇帝 法國總統 馬克龍 會跟拜登 在羅馬 面對面會面 收復 美法關係 其實就是今天 星期五 其實 這次就是 AUKUS 6 聯盟 澳英明的同盟 核潛艇案之後 終於可以見一見面 雙方希望 加強雙邊關係 令到跨大西洋關係 重回正軌 而拜登 星期五即是今天 也會展開上任後的 第二次歐洲之旅 發聲寫說 在羅馬舉行的 朱二十峰會 召開之前 那麼 法蘭西皇帝 即這個 被譽為法蘭西皇帝 英國獨裁 這個 法國總統 馬克龍 就會跟拜登 在當地時間星期五 在羅馬的 法國大使館 會面 可能 他們就會談很多事 法國總統 亦都強調 這次 是 我們接受拜登訪問的 即是 拜登提出要求 即是請求 事實上 是他 矮我 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 具有重要的政治含意 對於巴黎來說 這個是美國 政府承認 核潛艇危機 是辜負了 法國以來 叫做一個彌補的訊號 為了彌補兩個國家的關係 所以 只可以向法蘭西 扣頭又不至於 即是要求求你 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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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5日 澳洲 英國、美國 因為我按照AUKUS同盟的 信罪 AUKUS 澳英美同盟 現在有些媒體叫做 澳富斯 這個名字不可以 我覺得太可惜了 我自己有AUKUS三邊協議 這樣 令到澳洲 撕毀了和法國之前達成的核潛艇 不好意思 法國是柴有動力潛艇 是 的協議 魔眾就說 我們不可以用柴有動力的 不符合國家利益 但是 做人應該講誠信 西人不是應該講誠信 你們那些黃人有時候 西人最講誠信 你看澳洲就不是 是的 就引起法國強烈不滿 法國很難堪 其實 後來拜登一個星期之後 就打電話給 馬克龍 兩個國家關係才得到緩解 兩國領導人 之後就啟動了所謂深入磋商的進程 就為了恢復兩個國家的關係 法國總統的顧問就說 羅馬會議適逢其時 表明了 我們已經 有重要的合作要 進行會談 亦都令到我們可以重新界定未來的 法美關係 另外 華盛頓 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不是澳洲 是華盛頓 他們的專家就叫Pierre 這個 難道他們請法國佬 是法國名來的 Pierre 就說 AUKUS 同盟 令法美關係留下了陰影 但是兩國都希望繼續向前 並且將這場外交危機 轉化為加強雙邊 夥伴關係 和重新 做跨大西洋關係的一個契機 這樣就說 沒錯 法蘭西 對於美國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而且 你辜負法蘭西 就看到你好像很壞 因為美國開國 依賴了很多法國的實力 才可以獨立 所以你連因人都可以丟下 就讓別人看上去講不過去 另外美國媒體也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 今次的星期五 今天的第二次歐洲之旅 預計 首先會跟教宗 方濟國會晤 再去羅馬參加 豬二十 即二十國集團峰會 並且 會在2021年 聯合國氣候大會發表 去 BNO祖國 去格拉斯哥 去蘇格蘭 拜登的這次 再訪歐洲之旅 其實 也是 蠻嚴重的 在美國國內和國外 處境不佳 去補鑊 沒錯 在國外 大家知道 阿富汗 阿富汗 因為美軍撤軍的時候 在阿富汗都是相當地混亂 他當然說沒有 他當然說沒有 拜登 導致 他們盟友對美國 存在不滿 而且 對於美國 叫做 是不是還那麼可靠呢 打了大文號 在美國國內 拜登的個人 推動基礎設施建設 和社會支出的法案 依然在 國會那裏被人卡住了 所以真是比較難的 其實拜登 首先 就會見 教宗去梵蒂岡 和教宗討論的 就是 氣候變化 移民 還有收入不均的 議題 之後拜登 將會出席 豬二十峰會 和各個國家的領導人 共同探討 供應鏈 和能源價格的問題 之後就去格拉斯哥參加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COP26 期間當然 除了見 馬克龍之外 為了修復兩個國家關係 還會和意大利領導人會晤 我覺得 拜登 他也有很多事做 很多事做 這是一副都是 當然 除了他之外 還有他的副手賀錦麗 11月 11日到12日 都會 去法國 都頗密 一副一副都去 顯示了足夠的重視 他也會 趁自會 和法蘭西皇帝 法蘭西皇帝 馬克龍 總統 也是好事的 其實 賀錦麗 11月11日 出席 巴黎和平 論壇的開幕式 並且在 11月12日 參加在巴黎舉行的 利比亞國際會議 當然 一定會和法蘭西皇帝 法國總統 馬克龍 匯悟 這也是為了修補 美法關係 因為得罪了法蘭西 不是那麼好的 法蘭西 長期的盟友 你想想 自由神像也是別人送給你 你現在搶了別人的帳單 如何計算 900億澳幣 如何計算 要是給法國佬 只可以這樣 不是怎樣 討論他 討論他 我想最後也會 還有 現在法國 對於 馬克龍來說 也是頗重要的 老實說 我覺得是互相利用 大麻醉 為什麼呢 因為離開法國 總統大選 還有六個月 但是法國左派的分裂程度 是歷史的最高水平 所以你想想 如果 要 我是這樣想的 拜登你來了 我幫你修補一下關係 你就等於變相幫我背書 我就可以在 民眾面前說 美國都向我們跪了 證明我行 明年 四月選我 可能是件好事 不到六個月 我們看到 法國民眾 在總統 選舉中 民眾 左派 票的意願 亦從來未試過那麼低 低呀 保重呀 分分鐘不能做談 對呀 分分鐘不能做談 其實 民調就顯示 所有左派政黨 得票率 可能 總計來說 只有28% 只有28% 也挺低的 挺低的 你叫拜登 叫做 這樣說吧 叫拜登 幫你背書 也好 真心地說 不是怎樣 那麼 為什麼 叫法蘭斯 英國人 為什麼叫法蘭斯 英國人 因為 2017年 他選舉勝出之後 以39歲 成為法蘭西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 以及 是繼拿破崙 以來最年輕的法國元首 所以 叫他 新拿破崙 當然 亦有人說 很硬的 我覺得他有時 挺勇敢的 他當時在黃背心的時候 說你敢跟我辯論呢 其實 真心地說他 不是 不是縮的人 真心地說 不過 政治不是只有勇詞 就得了 老實說 不是只有勇詞就可以 老實說 他 做得也不是很差 真心地說也不是做得很差 好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